B.O.B.是Book Space的简称 因为是用贝叶斯定理去算出每一个事件的几率 然后再用大数据演算出来的一个APP 所以它对命运的这种预测是属于科技的产物 你可以把主控式当作是整个人类集体的各种命运提示 我们当初想象到这是很科技很未来感的主控式 可是后来我们跟美术讨论之后 就是我们决定有一个很极简的 回到一个很失忆核心的处理方式 就是我们在一个完全黑的棚内 打了一个很简单的光 然后就让一个沙从光束里流淌下来 在这个时空里面呢 大家都很相信一个APP叫B.O.B. 我跟萱萱在看那个预测的时候 我们就是透过戒指然后再看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隐喻就是 我的命运绑在这个戒指上 如果命运就系在这上面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又姐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 她的曲线是从原点再回到原点 就是一开始她本来是不相信这个APP的 后来我因为外遇了 必须对这个APP言听计从 所以我才能跟Azta见面嘛 然后到一个完全只相信这件事情的人 我就看着这个角色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 世界上真的有永远能信守承诺的人吗 在诠释这个故事的时候 真的没有特别要帮我谁说谎 因为更吸引我的真的是 所谓人的存在或是命运 因为我觉得 也许我们都太习惯要当个好学生了 如果大家照着做 就不会偏离大数据的轨道太远 我们还可以节省重新计算的成本 BOB也就一直转下去了 当他们在遇到婚姻中的挫折跟困难的很彷徨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找一个选一点的说法 也许它是虚空中可以洞悉一切 有更高智慧的力量 然后它可以直接给我们一个答案 其实它暗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即使是一个标榜科学的计算 但它不是唯一的真理 我知道有些事情它是命中注定的 但同时我也相信 这些命中注定是可以从你的信念跟选择中 去做出一些不同的可能跟改变 沙之书的预言就很像这样子的一团沙球 所谓的命运或许只是其中一个版本的预测 它不是唯一 就算某件事情它真的发生了 它的结局是好或坏 其实是你在每一个当下 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那个结果就会大有不同 那么每当我想根本身发影响 那么只能处理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